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在旅 手 举足 异强弱 一万一心 万不许那种 同时在今 愿容易战争 因我全世之后患 忘记断斩你一条心 恨终全都全都安心 各位师兄 师姐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王残老祖师尊开示 每个人都有累世的因缘 为知恩 感恩 报恩 席缘 戏缘 戏缘 戏未来缘之共同本愿 投胎转世到世上 世隆工商各行各业 各尽本分其职 共创美好前程 以慈悲心包容万生万物 使大家能心安 达到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 天下一家亲 今天接受访问的就是 我们台中永丰区 九宝庄负责人 也是永丰社区发展学会总干事 刘金虎先生 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圆虎讲师 圆虎讲师 你好 师姐好 前程各地的观众朋友 师兄师姐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的圆虎讲师 经过师父混元禅师的开示 一定要取名酒宝庄 而且要改行 真的进入葡萄业的一个葡农 好好的做葡萄酒 这也证明就是说 我们永丰的农友 与这个烟酒公卖局 去做葡萄酒40年的时间 让我们的永丰葡萄农 能够稳定的度过 契作这一段的农友的生活 所以家家户户种葡萄 现在如果说你致力做葡萄 又是做葡萄酒 当然一定有相当大的一个丰收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圆虎讲师 就是说 其实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很多 现在在我们的永丰社区 这12家做葡萄酒的也很厉害了 但是销售这一方面的是一个大问题 那目前呢 当初你在制造的时候 它的销售的瓶颈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个农民还是一样 这个销售对农民来讲 都是比较弱的一款 大部分都是只会种 不会卖 那我为了这个怎么来卖酒 真的也是下了蛮大的功夫 如果说像我们一个小九龙来讲 你的产品你要到超市 像Samen清卖的话 几乎没有什么商机 因为你的量不多 他可能也看不上眼里 是 如果上架会 那个上架又 上架会又很高 可能也赚不了什么钱 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网路上又不能卖酒 这是我们法令一个限制 这个全世界各地很多 像网路都可以销售 就是台湾目前还有这个限制 不能网路来卖酒 所以为了这个行销方面 我目前在做就是说 着重在体验 体验行销 体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体验就是说 我让消费者来到我的葡萄盐 是 你来看我的葡萄 我是怎么来管理 怎么来制作 然后那个过程让消费者来看 就是说 这个酒这样一颗一颗采下来 一点一滴 然后变酒那个一个过程 对 所以平均一瓶酒 你要喝到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你从采下来到发酵到锁成 然后你要过滤四遍 还要再杀进 过滤四遍 为什么要这么多遍 过滤四遍 就是他原来酒他有分 刚开始酒会有一点比较混沌 是 混沌你还要再转桶 转桶让他的酒的澄清了在上面 混沌在下面 是 澄清了我们就把它用那个 把它戳出来 混沌留在下面做蒸馏酒 是 那澄清了一直流流到最后 我们再用那个栗子板再把它过滤 它有分粗粒 中滤蓄粒到无菌过滤 那过滤出来以后我们再杀菌 再杀菌再装品 所以我们这样来喝 我们就可以保证它的品质 你喝到这个酒是完全很健康 没有污染 没有杂菌的酒 这个过程很繁杂 对很繁杂 对对对 是 就是家里喝了葡萄酒 那下面都有沉淀的 好像一块一块一块 黑黑的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是我们早期做酒 就是一斤葡萄四两糖 然后它要做很甜 是 很甜就让它自然发酵 发酵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用布把它过滤 这样就可以喝了 那是早期在做最容易做的一种酒 所以我们早期叫葡萄鹿 不叫葡萄酒 是是是 但是那个酒它 比如说冬天 一个冬天过完以后 到第二年天气开始热以后 它里面有那个残糖 残糖就会再继续发酵 发酵完以后它就有那个沉淀物 那个可以喝吗 是也可以喝 不然那个是事实上叫酵母菌的尸体 所以有时候 那个喝起来怪怪的 所以有时候味道会跑掉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做酒 要技术要提升 就要有像我刚刚所讲 就是你要经过那个过程 要转统 要过滤 要杀菌 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酒 你刚刚把它拿来看 它都很干净很清澈的酒 没错没错 那就是一个技术一个提升这样 是是是是 所以要设备什么都要这样 是 那但是呢就是说 现在原物讲师家里的葡萄园 大概有多大 我们目前大概种了大概一甲 一甲一分左右这样 一甲一分 那这一甲一分可供你做这个葡萄酒 你自己自己制造自己销售可够吗 目前现在的量都已经过了 甚至还可以卖一些出去 就因为还没有那么会销 事实上因为你我刚刚所讲 要透过体验行销 是是是 那个就要有客户到我们的酒庄来 然后透过这种方式来卖我们的酒 还是有一定的那个人 所以目前来讲还不是很好经营 还是要很尽心尽力 很刻苦民心 很扎根的在这边经营 才能够养活一家人的温饱这样 是是是 所以现在有很多超商或是像这附近的Costco一样 现在卖酒一定要让大家体验品酒一下 对对对 那因为我个人比较偏要喝葡萄酒 因为其他酒我大概喝不来 那我觉得那个酒喝起来 让我们大家再试喝 我觉得也不怎样 但是我看有很多人也会买 有很多人也不会问津 这你也会做到这样的一家品酒吗 都有那个品酒 有时候就是一个情境 在那个葡萄园下那个环境之下 你可以看到葡萄园 看到那个葡萄怎么来剪 然后再来喝这个葡萄酒 第一个会消费者会心安 我在这个地方喝到的酒 一定是最蠢的葡萄酒 现在外面有些是像山精一水酒 就是酒精加糖精加香精 就搅拌就在卖了 那个是太没有道德了 但是它也是合法的 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们就是说 真的我让你看到这种好的葡萄园 我们自己管理 我甚至葡萄园 我都不用那个除草剂 就是用那个人工在割草 然后养地 把那个地养得很好 让那个草它又烂掉 又让根来吸收 所以你吃到的葡萄酒 是最健康最营养 最有价值的葡萄酒 所以这个红酒你喝到体内 它会帮让我们那个血液循环 什么来讲都很好 而且它是碱性 它有抗癌的作用 也可以以防老化 所以它对身体来讲 是真的是个很好 一个养生的东西 是 直接说你不要过量 对身体都有帮助 那对我来讲 这一点就是功德 没错 对 尤其是我们今天身为 亡残老鼠师生的弟子 师父的弟子 我们更应该呢 要凭着我们的良心来做事情 凡事可以达到心安 才不要这样心惊惊惊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 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自酒的人力 跟采葡萄人力要很多 我觉得上次到你们那个葡萄树下去 剪葡萄的时候 我的收成是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呢 剪葡萄很有趣 那在那个地方呢 又觉得说一边宰一边吃 因为我讲是说 这个已经都是没有农药了 已经两个月过后的事情了 可以一边吃 我身体擦一下就开始吃了 我觉得太好吃了 所以刚刚讲到就是体验 体验行销就是说 我现在每年两季 我又办那个葡萄下餐酒会 就是来这地方让你体验 就是让你剪葡萄 剪完以后我们把它拖哏完 就倒在那个采酒桶里面 让你搅洗一洗下去采葡萄 然后采完以后 就在葡萄下就摆一个餐桌 在那个地方来用餐 然后完以后 我们就一瓶酒让你带回去 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体验行销 我是这种方式 对我的葡萄的那个销售 是蛮有帮助 因为消费者他透过他实际的体验 他认为这个酒是好酒 他就愿意来跟你买 所以我未来的方式就是说 我尽量就跟市场即可 就我们就一直走体验行销 用这种方式来把我们的酒卖出去 是 这是一个方式 那我请问一下我们政府单位 到底怎么样来辅导这些 葡萄酒业者的这些行销呢 有哪些单位 怎么样配合你们来做行销 怎么教导 来辅导我们 如果说以技术面来讲 比如说我们有那个 像很多的学校 像那个辅导大学 我们之前也去上课 就教我们来做品酒的体验 像大爱大学他教你来 葡萄技术 那种酿造 怎么来做好酒 或者像那个食品研究所 他教你来做怎么来检验 是 这些都来教 那行销方面来讲 比如说我们政府单位 有时候他会办活动 文化局也会帮你们 对文化局 有时候我会写计划 一些导览的行销 对就是导览行销 我是他的社造人 导览行销是做些什么事 导览行销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我把酒庄跟设计结合在一起 是 就是我们办一个深度旅游体验 是 让外面游客进来 我们可以办两天一夜的深度旅游体验 是 来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到酒庄来品酒 看葡萄 怎么来照顾 怎么来做酒 然后再来 让大家知道一下 对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再铺上一下用餐 是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绕社区 是 我结合社区的比如说红楼果园 你又可以到社区里面来品尝红楼果 还有走一下我们一个水流冬童花步道 我用一句话说 水流冬走到水流冬可以结合王吃不空 炒过水当当 就这样一直讲 就要一直念 对 可是这个对未婚的人好 结婚的人需要念些什么 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 我就会很喜欢来走水流冬童花步道 然后我们那地方有一个公婆树 又有150年以上 有一个古树 一个章树 一个香树 一个错章 一个土地公庙 有土地公土地婆 这个地方又可以一个拜拜 有一个祈愿 一个让我们来祈求婚姻 百年好合 那个婚姻找成一个土地公庙 是 那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地方你可以拜拜 然后又结合我们的农夫市集 是 礼拜天早上8点到12点 就把它结合起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来行销我们在地的产业 不光我的酒庄 在地的产业都可以来行销 在地的产业都可以 对 因为来弘扬一下我们在永峰社区 永峰区这个地方 这些农产业它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水宝局呢 他到底为我们来辅导些什么 水宝局一般他有设计来讲 他也帮忙很多的像硬体的建设 农村的这些观光啊 观光景点的塑造 把它做的 因为农村再生计划嘛 我们社区有通过这个农村再生计划 那透过这个再生计划 我们社区也做了很多的那个硬体的改善 然后这个改善之后 我们又软体又进来 包括我们在农夫市集那边办一个 产业佛化活动 我们办一个水流冬那个童花祭 就让游客来这个地方可以欣赏童花 然后走一下水流冬一个步道来践行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办活动 是 办活动让小朋友来个这个地方也可以做音乐表演 有些像会吹那个 萨克斯风 有些会拉小提琴 在地的一些社团都来这个地方表演 然后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办 然后又在地人又来参加这个活动 一外面也达到那个娱乐的效果 一外面也把我们的农产品把它销售出去 感觉很有相应的风情 对就是在地人就享受在地的风情 是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夯的就是说 我们办透过水法局 我们申请一个计划叫红酒马拉松 红酒马拉松 对那个佛洞 所谓呢 这个就是我们我结合大概 酒很多很多很多 我就结合在地我们大概十几家酒庄 酒庄就来各自他们的酒 就是我们那个马拉松的现场 我们大概分大概有十二个点 每一个点就我们用一个饰饮杯 就各家的酒庄就一个站 就一个酒庄的酒就带在那个地方 让逃者走到这个点 你就可以喝这个酒庄的酒 每一家酒庄都有不同的特色 所以来这个地方就可以 边欣赏这边的风景 要边喝酒 是 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享受 那刚刚我所讲的这个地方是 有那个釜山的灵气 然后它是自然 来这个地方最大享受就是 你可以融入自然 是 享受这个自然 是 享受釜山的灵气 那这样来 来这晚很很棒一个享受 是 那因为这样也可以把我们的酒把它卖出去 我们在102年我们办一场红酒马拉松 来了大概2000多人 那去年103年就将近6000人 所以这个效果蛮不错 那今年11月22号 我们会办第三届的红酒马拉松比赛 让更多的游客到永恶设计来体验 我们有在地这个好酒 那未来我们甚至说 把它规划成这个地方一个 前台湾一个红酒节 来这个地方办 每年的10月份 是12月份这个冬季的时候 我们今年甚至邀请前台湾 你只有有生产自己做红酒的 我们都邀他来这个社区这边 来参加我们红酒马拉松比赛 他透过这样就让台湾的特色 在这个地方可以发扬光大 是 就是不光我的酒庄 就是我们在地的酒庄都可以行销 是 未来他变成一个台湾的代表性 只要说台湾人你自己做的红酒 就一定要来永恶设计 火花卡这边 可以喝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本土的好酒 是 我们刚刚听到袁虎讲师提到 就是说在我们外埔地区 有12家的这个酒保庄 他就是酒保 酒庄 他是酒保庄的负责人 但是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活动 都是由我们的袁虎讲师来做召集人 算是我是社区总干事 就酒庄这边我来负责召集 另外有社区包括很多人共同来参业 这个不是一个人有办法做的 包括我们的客长 外埔巨公所的客长 一个房客长 还有外埔农会总干事 或者是说我们的里长 这些大家共同来投入来参与 集合大家的力量 这样才能够把它做出来 是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袁虎讲师 他本身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希望 也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外埔地区 这些葡萄酒 就是一提到葡萄酒 就是想到我们台湾 永丰社区的葡萄酒 对 而且就是说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们台湾的这个胡角庄 也是酿酒的一个好地方 而且甚至你还想说 只要提到葡萄酒 不是只有法国的葡萄酒 对 想到台湾可以媲美 我们的这个酒保 也就是这个 胡角庄 这个地方 可以媲美法国的葡萄酒 对 你这样子预计希望怎么做 能够达到这样 一步一脚印 就是我们从开始的摆摊开始 从荣物市集这边出发 然后透过办活动 那这样办冯酒马拉松 或者是办葡萄酒的餐酒会 这样就一步一步把这个冯酒文化 把它带出来 所以它背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釜山文化 釜山文化 釜山文化 因为有一个卧府 那个花卡村 这个釜山这个地方 它孕育很多的百叶 像我们的农业 而且是在台湾来讲 是一个最好的农业 在这个地方成熟来发展 是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 红酒这个地方把它计交 计交 然后透过这个办活动 那因为活动办 就很多的政府单位也都会来配合 包括像财政局 像我们很多的像集处 新闻局 市政府这些都会来帮忙 所以慢慢慢慢会孕育 孕育就是一年一年半 会越来越成熟 一来越成功 是 然后也会吸引更多的产业进来 可以 所以它有这个条件 就是说 从这个釜山文化开始 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一年一直半 然后我们有缺点的地方 不断去改进 那么应酿跟营造出来 对 应酿 然后把这个文化的元素加进来 让游客来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到 釜山的灵气 这个地方是自然 很自然的东西 是 可以融入这个自然 享受自然 没错 然后每一年开始 我们把它定位在说 十一月份或十二月份 它就一个红酒节 是 是 你可以 台湾的人 或是世界各地人 透过红酒马拉松 你来这个地方参加我们的马拉松 你又可以喝到台湾的好酒 是 这样慢慢一步一把它做起来 目前参加这个活动是本地人多 还是外地来的人多 就人潮的来往 如果说我们办活动来讲 是本地比较多 像水把吉刚刚所讲的 那个产业活动 如果说红酒马拉松 就前台湾人都来了 只要喜欢跑马拉松 他就来了 就是不一定要跑赢 就是只要你有跑马拉松 一站一站的这样跑 对 就都可以喝到各个 这十二家酒庄的葡萄酒 马拉松它有分为比较细 就是一个是半马21公里 它跑快有奖金 但是我们就不鼓励喝酒 因为喝酒还要再跑 对 这个运动量要比较大 是 然后我们有一种是加烈法 红酒加烈法 就是边走边逛边喝酒 它可以享受这个地方的自然 另外一种是变装秀 你来变装增加它的气味性 它又有奖金可以拿 你提到这个我想到就是说 办了这些叫做外埔庄的这个 水宝局来举办了这些 产业活化的这些活动 对 那到现在的成果 人来人往已经很多了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您刚刚这样说变装秀也好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活动也好 是不是也促进了这亲职的关系更良好 对 这个很多来的 它是一个家庭都来 一个家庭来 大人就可以平酒 小孩子他有没有水果 有饮料也可以喝 有没有帮他准备吗 那个我们每个站都有 都准备得很丰富 是是是 有饼干什么糖果 一些饮料什么都可以喝 我们还有那个伴手礼让他带回去 现在还有一个 小朋友的伴手礼是什么 我们像去呢 我们都一个袋子 一个提袋让他带回去 里面有像饮料 还有像那个毛巾 还有一些我们在地的一些 一些产业的东西 可以让他带回去 非常有意思 对 这个饮料这个袋子就设计了logo 就是介绍我们有没有社区这样 所以让他去发光 他一个设计一个代表性 这样 这样下来就是前家就来运动 那个效果做 有没有三代同堂一起来 也有都有 很多 他就为了参加马拉松来 就是可以前家一起运动 就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就可以达到健身 又交友又联礼的目的 是是 所以举办了到现在 你觉得说这些成果 一年一年的进步 你有没有又想要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更多的让这些 我们全台湾到了这一季的时候 大家都来 想要用什么媒体 或者是用什么样来做一个促进 我们像马拉松来讲 我们会跟一夜结盟 比如说跟一个慢跑协会 跟他们一夜结盟 说他们透过他们的网站 来募集 说那个跑者来参加 然后加上我们 永恒设计这个红酒马拉松 他在台湾来讲 算一个代表性 就是说你要喝酒 就到永恒设计 在佛阿卡城这边来喝酒 所以他在 那个马拉松这边 他的在招人来讲 他的那个报名率算蛮高的 透过这个一夜结盟 就来参加人 之前台湾人各地都来 那以后有可能 我们也 国际的人喜欢跑马拉松 我们也会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 这些比如说透过我们的市政府 透过像我们的水宝集像文化集这些 他们都有网站 也可以来帮我们来招览这些客人 所以现在政府当然有一些在办 像那个城乡交流 让都市人到我们永恒设计 来看我们设计这边的产业文化 或是这边的景观 还有像国际交流 让国外的媒体 或是喜欢到乡村旅游的人士 可以到我们永恒设计这边来旅游 这些都一步一步在做这样 而且那个效果都逐步在显现当中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多的这些观众朋友 他看到了我们的节目 觉得说非常的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入到这个网站 来浏览一下你们以前所举办的这些活动 而且这些趣味性可以吸引他们更多 想要更多的知道 我们现在的FB 你主要打外浦区永恒社区发展协会 或者说你打虎脚下的酒保庄 或是打酒保庄 那个FB就可以看到我们社区的一些活动的简介 这些都有我们只要有办活动 我们都把它泼上去 可以从这边来看到我们设计所办的这些东西 浮角下的酒保庄 对 浮角下的酒保庄 或是外浦区永恒社区发展协会 或是打酒保庄都可以 是 是 对 因为我们圆湖讲师 除了就是我们维新圣教讲师之外 他就是我们的永恒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对永恒社区真的付出了很多 带动了很多的活动 也就是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当地 这些种植我们的产业的农产业的这些 各个产品都能够带动起来 而且真正的把我们这个浮角下的酒保庄 把它带得更好 我想这是可以让我们在生活里面 又增添了更多有趣的事情 今天谢谢云护讲师接受访问 谢谢 感恩祝福您 谢谢 阿弥陀佛 同时我们也感谢收看天下一家亲 祝福大家 会给所有正名字 祝福大家 到较之后 愿吃美 π vicju�냑 在闹領那个说明 让我们ING Now you will meet 其中生混费 最有效的 Doncs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